虽然这几天还是挺暖和的 但是平均气温依然在零下 路面如果有漏水情况出现 还是很容易结冰 沈阳的徐先生父亲 前段时间就在冰面上摔了一跤 当时胳膊就骨折了 徐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每次收车都会把车停在 自家小区对面租用的停车位上 1月31号大年30这一天的凌晨 他父亲像往常一样 去对面小区停车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正好是全都是冰面 然后就摘在那个围着栏那个地方 这个柱和那个条都是后摆的 是摘完之后摆上去的 然后这个冰面大概结了 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 徐先生告诉记者 他父亲摔倒后 感觉胳膊非常的疼 于是赶紧就去了医院诊治 医生检查后发现 父亲的胳膊已经骨折 到医院回来的时候 大概是凌晨4点了已经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想来这边去查一下监控 这个物业就是不给我们查 一直拖到现在也没给我们查 记者在现场看到 徐先生父亲摔倒的这块冰面 紧挨着布云山路28号楼 宽度大概能有两米 长度在十多米左右 而这块20平米建方的结冰路面 时不时就有人往返于此 小区里边问过一次 现在说是下水都堵了 里边的下水都已经堵到了 但是 哪个位置的下水堵 就这个位置 这个墙旁边 然后里边的下水道也是堵的 具体是哪个位置不知道 然后听那个通下水的说 说这个底下的管是裂的 裂开的 所以现在就是没人管了 就是到现在也没人管 这不才能什么 这咋全是大分堂 那这不方便嘛 一天就数字大 走着都有都不敢出来 持续但是这个得有 得有一个月了吧 两个月了 反正它这下的 挺长时间的 没人整啊 您感觉像这个东西 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了解吗 它这个不知道是 还是出来的水啊 还是楼里的水冻的 还是哪里不知道 有摔倒的 但是你这玩意就起来就走了 那你说你年轻点 起来就走了 你寿司大呢 你咋整啊 现在也没人整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 这个位置谁来处理这个东西 因为我媳妇也怀孕 每天也从这儿过 要从这儿过 孕妇要是拽一下 那就不是骨折的事了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想找一个根 谁能把这个东西给解决了 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 也了解到 这附近的居民呢 也有在冰面上摔过的 这么大一个冰面 给附近居民出行 真的带来了很多困扰 那么造成结冰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相关部门是否能给大伙 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呢 随后记者联系了 布云山路28号楼所属的物业公司 物业文先生告诉记者 结冰路面的监控录像是有存续期的 1月31日当天的监控已经自动删除了 所以无法调取 对于结冰路面的归属问题 对方也表示不归他们负责 记者又来到了小区所属的华城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年前他们就联系了物业公司 和应急抢修工程队进行排查 出水原因就是这个 这种老旧小区管道老化 然后地底下的管吧 有那种漏点 但是始终就是没找到漏点 这个原因 年前就已经联系到了 但是也来了 来了之后就是说始终没找到漏点 今天上冬冬地一天 年前年后一天这一天 它好像就是衣水 顺着房根喝点啥 我们去了两回给修了 修了福建校 福建校的原因主要就是 它现在主管线的水 还是排不出去 整个那个院和布云山路28号楼 由于结冰路面依然存在安全隐患 社区书记表示 他们马上先把冰面清理干净 然后尽快弄清楚 布云山路28号楼漏水的原因 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 这个漏点问题我们也在积极协调 房屋区房屋维修中心相关部门 我们在积极想办法 根本上去解决 另外我们就是把这个冰先给除了 不能再发生类似的这个作严四线 我们也在跟北共也在积极做这个事 管老百姓一个出行难的问题 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 社区书记也说了 眼下正在积极想办法 协调相关部门一块来寻找漏水的原因 咱们也希望这个事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在漏点找出来之前 可能还会存在凡水结冰这样的情况 也提醒一下附近的居民 咱们路过这的时候注意脚下 避免发生意外 感谢观看